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南部開講 我是郭彩燕 美國眾議院院長 裴洛西旋風是訪臺之後 中國以環臺軍演 來拉高臺海的緊張情勢 現在接著又針對臺灣出口 到中國的農漁產品寄出了禁令 會對我們的農產品造成什麼樣的衝擊呢 今天節目要帶大家一起來討論 先來介紹三位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介紹的是臺北糧食協金會執行長 劉志偉 劉執行長 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介紹的是中興大學 應用經濟系教授黃炳文 黃教授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第三位介紹的是農業議題專家 焦君焦大哥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其實從去年開始 中國就一直對臺灣的農產品 從鳳梨連霧開始對我們寄出了禁令 而且各有理由 我們先來看一段VCR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臺 中國海關總署對臺灣農產品接連出手 先是通知我方暫停輸入白帶魚和竹甲魚 緊接著宣布柑橘類水果有蟲 害和藥物殘留也暫停輸入 農委會指出文旦產期將近首當其衝 目前有六成八將近五千噸銷往中國花蓮盤商直呼措手不及 國內文旦有十大產區這次中國禁運影響遍及全臺 麻豆文旦比較偏向內銷衝擊較小 柑橘類外銷中國還有柳橘 檸檬 葡萄柚 茂骨乾 不過數量相對較少造成的影響不大 中國從去年三月起先後暫停我國的鳳梨世家聯物 今年又陸續暫停石斑魚 柑橘類等農魚產品進口 農委會主委陳其中強調不排除與WTO訴諸爭端解決 也重申中國片面禁運完全不符合國際慣例 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在國際貿易是用這種方式在執行的 我想這個是全世界在國際農產貿易絕無僅有的方式 農委會表示因應中國對台農產品禁止進口 這幾年積極開拓外銷多元市場 以生鮮水果為例 銷中比例已經從過去最高百分之八十四點四 降至去年的百分之四十一點四 今年上半年更大幅降到百分之二點四 希望改變以往對中國市場的高度依賴 從去年到今年中國禁止了台灣的農魚產品進口 有哪些品項為大家做了一個整理 我們現在看到是去年的二月他以說檢驗出三種戒殼蟲 來禁止台灣的鳳梨進口 九月份是說檢驗出了大洋豚紋粉戒 禁止台灣的連霧還有施加進口 而今年的六月他說檢驗出違禁藥物 暫緩台灣的石斑魚 八月又說有新冠病毒 所以暫停了台灣的白帶魚跟竹甲魚進口 還有說因為有戒殼蟲 所以禁止台灣的柑橘類的水果進口 這個部分我們要先來請教劉執行長 台灣的農產品真的有這麼多 就是蟲害嗎 你要聽真話也講話嗎 因為事實上我們先談一個借殼蟲問題 所有我們是雅樂的代國家 所以蟲害的問題絕對不可能沒有 那至於說今天借殼蟲問題 到頭來我們要討論的是 因為事實上在國際貿易中 勤農產品常常會有各種檢疫問題 那大家在談的是說 好假設我們國家有這個病 你們那裡也有 所以說兩邊都同樣是疫區 那大家就可以來討論 可是現在的借殼蟲真正的問題 不是台灣有沒有借殼蟲 而是大陸也有借殼蟲問題 所以這次大陸拿借殼蟲問題 擺明的就是為了要開刀 因為台灣有借殼蟲 大陸也有借殼蟲 所以說理論上台灣是疫區 大陸也是疫區 我們東西輸過去 並不會造成任何影響 假設它那邊沒有借殼蟲 那台灣東西輸過去就會有影響 好 那這時候我們要討論的是 為什麼過去大家關係可以這麼好 因為在國際貿易上 大陸確實是可以透過說 我用所謂的借殼 從這個名義來禁止引進口 這在我們專業上叫做 非關稅貿易障礙 那現在大家 該追問的是 為什麼過去可以這麼好 他們願意跟我們喬這個問題 而現在他們不願意喬了 或者說 當他們宣布這個問題發生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去跟他們討論商量 我認為這次還是問題主義 因為所有的人都知道 國際農產貿易從來就不是自由貿易 國際農產貿易絕對是雙邊堂出來的結果 今天國際農產貿易跟賣衣服不一樣 因為國際農產貿易涉及到簡易的問題 今天我賣衣服 我在歐洲下單衣服就寄來了 你有聽過說 你在法國訂一個櫻桃 或在美國訂一個櫻桃 就寄來的事嗎 沒有 因為那涉及到簡易的問題 既然涉及到簡易問題 這永遠都是雙邊談判的結果 大家不要覺得說 美國東西進來 或台灣東西到美國 是我要進就進 我要出就出 這絕對是雙邊談判的結果 那既然是雙邊談判的結果 台灣應該去思考的是 為什麼這幾年關係開始搞壞了 所以也是說 蟲害問題跟兩岸貿易之間 它其實是沒有直接的關係 你的意思是要正 我要說明的是 農產品貿易本來一直就有簡易問題 那兩邊在談的時候就會談清楚 我希望做到什麼程度 你要用什麼樣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或者說我對這個問題不在乎 因為像說 台灣很多東西為什麼會輸新加坡 因為新加坡沒有簡易問題 為什麼新加坡沒有簡易問題 因為它沒有農業 所以就是要消亡他們什麼 他們什麼都買 對 它可以買 就像台灣的豬 因為過去有口蹄液的問題 我們不可能輸出到其他國家 其他國家會說 我沒有口蹄液 你的豬輸過來 會造成我口蹄液困 那台灣豬肉真的要做 新加坡做得了 因為新加坡沒有養豬業啊 所以你口蹄液的豬肉送過去 並不會造成任何的影響 那現在的問題就在於說 我們輸到任何國家或其他國家 輸到我們這 都是大家談好的結果 所以真正的問題 絕對不是在借殼蟲 真正問題是為什麼 雙邊的關係搞壞了 為什麼這幾年關係可以壞成這樣 我認為這才是焦點所在 假設說 你雙邊的關係搞得很好 處理得很好 很多都不是問題 那同樣我們要作用為什麼 難道我們過去沒這些問題嗎 那我相信黃老師自己 他會比較清楚很多一些狀況 所以我們來請教一下黃教授 你怎麼看這個兩岸的農業的這個問題 癥結點不是在寵害 這個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事實上所有農業貿易堂判裡面 最難的就是檢疫 這個檢疫每個國家標準都不一樣 那大陸日本美國 尤其是歐盟每個國家檢疫的這個標準都不一樣 而且要處理的方式也都不一樣 所以這是牽涉到兩個國家在談判 所以在WTO裡面 他為什麼去要求做這種雙邊談判 就是一個剛剛我們這個執行長所提到的 一個很重要就是雙邊要進行談判 這個就是整個在農產貿易裡面 這十幾年來這個大家都是傷盡腦筋 坦白講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剛剛也提到這個檢疫 既然是談判 那就雙方有個默契 你可以接受我也可以接受 問題就出在哪裡呢 關鍵就是出現在 我對你好的時候 我就可以重寬 那我對你這個不高興的時候 我就可以重演 是不是 執行長就是這個意思嘛 所以在這個問題 那我常常跟很多農民朋友 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也自己反過來講 自己也要稍微自我 這個自我反省一下 重點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這樣的一個透過貿易過程之後 當然我們就可以賺得到錢 賺得到錢就是說 我們政府當然也有這個義務 幫忙我們農民朋友 建立一個很好的生產供應鏈 就讓我們的品質 讓我們的生產水準 越來越提高 坦白講對方要挑我們毛病 也無得挑對不對 我自己做好我身體好了 坦白講你要挑毛病難 我跟日本的水準一樣高 對不對 我想這是一個在雙方的坦白 我供判的時候都是各有手懼 那就是說我水準比較高的時候 你要挑毛病就很難 像日本他就對我們比方 日本像我們的親國要出口 要親口他就這個怎麼樣 要出口他就他要求標準就很高 他可能還到派檢疫官到台灣來 到公國園 到公國園 我們要付錢的 我們要付錢的 這是第一線 到了日本 他還有再驗一次 是非常嚴格的 所以這就是一個我常講就是一個制度上的建立 生產供應鏈 那就是說 就是當然對方 坦白講做出這個 大家心裡頭都會把持 坦白講也不是那麼理性 對不對 因為事實上我十幾年來也都在大陸 常常去參與這個交流 參與這個交流 那這個交流呢 事實上找去所謂這個綠色通關的時候 我就應該要去做過這種兩岸貿易的演講 那事實上有時候會參加他們這個最實地的參訪 那這裡頭他事實上對台灣的這種相關的這些可能的病從愛或者疫病 事實上他們也有一些維持 所以雙方也曾經為這個事情在談判 我也曾經參與 曾經是 剛好他就說黃老師你幫忙 你就做這個聽嘛 因為我說我不是代表 所以我 他說你是應邀來演講 你可以聽 我說那就好 所以這裡面你就早期 就有這個問題 就像執行所提到 事實上他一開始就有這種 就會有意見 只是因為當初他就是 他關係好的時候 真一隻眼逼一隻眼 有關係就沒關係的 現在他覺得關係不好 那就一切照標準來 就是我們自己坦白講就是 第一件事情跟他曾經講 就是關係我們自己要去把它搞好 第二件事情我們自己也要做好 那這樣子雙管齊下我想 面對這種這個所謂他們常常 下一波是什麼我們不知道 但是最起碼我們要就是 把自己先把它建設起來 那對方當然要談判 那我們來請教一下焦君 就是你怎麼看臺灣的農業 現在好像變成了兩岸政治角力 的工具之一 那如果說他進了種類 越來越多之後 有沒有可能會造成臺灣的一個 糧食的危機呢 好 確實在去年三月的二月 去年二月二十六號禮拜五 這個中國海關宣布 從三月一號開始禁止中國 把臺灣鳳梨進到中國市場 用這個有害生物的這個理由 那一直到這個九月的釋迦連霧 然後今年六月的火體師班 到八月份的這個感覺類 大概我們講這所謂 EKFA早售清單當中的 農漁水產品的十六加五的品項當中 產值較大幾乎都被禁了 那如果說我們要談這背後 有什麼政治意涵的話 其實大概對他而言 其實就是含在手上的一個棒子 因為其實他已經 蘿蔔已經都給了你了 從二零零五年 這個聯合會開始宣布十五項水果 零關稅到後來一直到 找收清單的確定 大概就是把臺灣核市在中國大陸 銷售的所謂生鮮蔬果跟水產品 那這個我之前常聽說花怎麼開怎麼卸吧 他當時是單方讓利 那他現在覺得像自委說的 這兩邊關係不好了 所以我把這個門關起來 不想讓利了 但這個門關起來 是不是就是只是單純經貿上的門關起來 我當然不會有人這樣相信 那一定有背後意圖 那背後意圖是什麼 去年三月兩岸之前好像沒什麼特別的事情 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 九月其實也沒什麼特別的事情 那六月時候其實還蠻有趣的 六月時候助力人跑到美國去 不承認一中 所以拿石斑魚開刀 不知道 這完全是我們個人意測 那這次裴洛西來他們解放軍當主角 所以其他部門總要在舞台上跳一下 所以這個海關農業部門 當然就說臺灣的柑橘類有問題 但我覺得總的這個脈絡來看 我把它形容叫組合拳 他出了一招以後 一定要有後面的研判 但是你說接下來沒有其他的 我覺得接下來剩下的品項 你說像芒果之類的 在中國市場銷售百分就非常非常低 所以這個淨掉的話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效果可言 那我補充剛剛前面講的 確實是雙邊貿易在農產品有生鮮類 從屋到有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可能到花十年以上 但從有到禁止 其實就是不用理由的 他就是不要讓你進來 就不要讓你進來 這個沒有什麼好講 那當然就像主委講的 我們當然可以透過這個 所謂國際衝裁機制到WO法庭去控告 不過這個大概都是一年半到兩年以上時間 所以其實簡單講就是你要把它視為經貿問題還是政治問題 如果是經貿問題就按照程序走 所以政治問題就政治問題思考解決 大概是這個意思 所以等一下中國只要說 要進臺灣的哪一項農產品 其實我們農委會就會說 要到WTO去請求仲裁 我們要請教劉執行長 你怎麼看 從之前的鳳梨世家登聯誤的案例來看 我們去請求仲裁之後 有什麼樣的結果了嗎 就我了解那都是玩假的 我們先談一個問題 WTO臺灣是2002年加入 因為WTO整個脈絡是 1990年代全世界從GATT談判 然後後來決定GATT化身為WTO WTO的概念就是 全世界所有的國家在WTO裡面 都採取了自由貿易的規範 等於它就是一個超級大的FTA 我們這樣想就好 是全世界所有國家共同的FTA 好 那從2000年 台灣是2002年加入 可是後來大家 我知道主持人 後來有沒有想到 差不多在2010年的時候 全世界開始在台灣 台灣要跟美國簽FTA 韓國跟美國簽FTA 好 這一段期間過了之後 像那時候台灣後來 不是跟有些人簽FTA 假設有WTO在 為什麼還要FTA 那是不一樣的 不是說不一樣 而是WTO沒用 假設說我跟美國都已經在WTO 都是在自由經濟貿易架構下 我為什麼還要跟美國簽FTA 而且當很多國家在玩FTA之後 後來從2000 2010年之後 大家開始在玩區域性的 先玩TPP 後來玩Asian 後來最近幾年大陸在玩 ACEP 對不對 或者其他國家區域也都在玩區域性的 那我還是要問一次 假設WTO有用 為什麼大家要另外玩區域性的 因為沒有用 所以要再另外找出路就對了 對 他為什麼沒有用 事實上WTO最早在談 他在談很多東西 因為事實上我們自由貿易 包括第一個資本 再來貨物 再來人 人員可以自由流動 所以說你看當初 英國退出歐盟的時候 他們一直在談一個問題 就是 過去很多國家可以到英國去工作 那現在可不可以 他們在談這個問題 因為在自由貿易體系下 第一個人員可以自由流動 第二個貨物可以自由流動 第三個資本可以自由流動 那在貨物的部分 除了工業產品以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是農業產品 WTO當初在Doharand的時候 農業就談不下去了 農業就談不下去了 所以在WTO架構下 其實農業是虛的 農業這一塊是虛的 所以還是要依賴國跟國之間 或者是兩個區域之間的各自談判 因為大陸是WTO的會員國 我們也是WTO的會員國 理論上我們不需要EKFA 但是我們還是簽了一個EKFA 大家應該先去思考的是這個問題 因為在WTO的架構下 是一個虛的東西 所以後來兩岸之間 所謂進行農產品的貿易完略 是另外簽EKFA 那今天農委會說他要去WTO 去要求仲裁 他這是在虎全台灣人民 這騙大家不懂 可是大家真的不懂 他要先弄清楚 今天兩岸會有這樣的貿易 是在EKFA架構下 所以假設我在EKFA架構下 產生問題我應該是要回到EKFA架構去處理 而不是到WTO 所以還是要在兩岸重啟對話 再開始重新的談判 才有事要解決 第二點 農委會說去WTO處理 WTO有一個貿易爭端機制 可是農委會送的 據我瞭解 好像都不是在那個機制 而是在所謂的 技術框架架機制去討論 他從技術面去解決爭端 簡單來說就是說 今天 我們這麼說好了 今天就好像說 我可能在外面被人家打 我應該是去找警察報案 去警察局報案 可是農委會去找張老師 這樣的比喻你懂嗎 就是對口 就是跟我們想像的 就是能解決事情的 那一個單位不太一樣 然後他會跟你說 我有去解決 但是張老師就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那現在大家就是 中國對臺灣禁止的農魚產品 其實品項越來越多 從鳳梨然後到現在的柑橘類 大家很好奇的是 有沒有推算說下一個 可能是什麼東西 我們來請教一下黃教授 這個是非常 這個很尖銳的問題 這個我不能講 一講的話 等一下下一個就 沒有要下注 要下注了 你要開盤 當然我想 這是如同他是從這些 找售清單裡面 還有從這些優惠的這些產品裡面 還有比較重要 事實上臺灣你可以看 臺灣前三十大出口到中國大陸的產品是什麼 他一定是打蛇一定是打七吋 因為打到你痛才有用 你打那個不會痛 那就不要打就好 這是第一件事情 所以當然這個主持人問我說 這個哪一個產品 當然這裡面有幾個比較 剛剛提到 剛剛我剛剛那個預告片裡面 大概也有稍微提了幾個產品 這個就是魚產品 臺灣過去魚產品 那他之前是石斑 他也是因為是臺灣出口最大眾的 那石斑的出口 事實上臺灣早期是非常擁有非常先端的技術 所以臺灣他根本模仿不來 但是後來因為大陸也學會了 因為事實上養石斑第一個技術要好 第二個水質要好 第三個他裡面的那個設備 投資也要很大 不是一般可以養 那現在大陸也慢慢的起來 所以他現在他喜歡臺灣的石斑 他自己又會養 所以他才有才會去 然後他出口占的這個比重又很大 他是前幾大的這個出口占比是很高的 這出口占比是很 所以這樣的情況 他就打這個怎麼樣 打這個石斑雲 我自己他大陸自己會養 對不對這個技術 他對他來講不是問題 投資也不是問題 那當然而且呢 大陸就跟臺灣目前的這個狀況 是這種情況之下 那只好對不對 先出拳先修理 說白一點 就讓臺灣先痛一下 好那當然臺灣很有韌性 我覺得臺灣這個 臺灣向來幾十年 這個我觀察了三十年的 這種臺灣的農業經濟 臺灣也是韌性很大 這倒是大家要擔心 但是不用太操心 不用太操心 那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要講的就是哪些產品 就是說有在做產品的出口的 這些這些業者 他們自己都很清楚 坦白講不需要我們去預警 但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剛剛所提的 就是說應該要去提升他自己的品 比如說柑橘類好了 很多人講說柑橘 這個好像他們 他沒有生產 我沒有生產 不要忘記我們柑橘很多 台灣的柑橘水準是不一樣的 你要知道我們台灣是 台灣生產的東西 有些大陸 他特有的風土 他沒辦法的 他還是喜歡臺灣的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就是說你自己要去做好自己的這個怎麼樣 自己的品管 這是一個很重要 你不要怕對方 對方這個要不要你 此次不留人自有什麼 自有留人處 所以就是說你自己做好的 台灣還有很多 這個等一下我要講 我常常我上課常講 我們事實上我們這個兩岸的農產貿易 過去這個都市負的 是到了兩千零就是二零一三年之後 才開始變正的 好 那個我們待會再來討論 台灣中國禁止了台灣的柑橘類的產品 而首當其衝就是現在正在要採收的溫蛋 我們先休息一下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而為了解決 化解中國突如其來的禁令衝擊 農委會提出了三個解方 我們先來看一段VCR 中國八月初突然禁止 臺灣一百多家的食品進口 為了化解這一波衝擊 分散市場風險 經濟部決定提拨兩億元 預計到十二月底 密集於全球十三國舉辦大型的促銷活動 推廣我國加工食品 農委會也為全國各地的文旦掛保證 受到中國暫停台灣柑橘類水果輸入影響 加上現在是文旦的產季 農民壓力大增 為了減輕他們的擔憂 農委會與超商業者合作 在超商門市預購銷售麻豆等十大產區的 文旦禮盒加工品 農委會直言 這一年來中國從水產到農產頻頻出手 希望民眾中秋送禮 能用購買行動支持在地農民 還可以享受優惠 並且順勢再推出農遊券 預計以六千萬預算發行三十萬份 民眾只要在農漁會超市消費 購買石斑文旦等六項農漁產品 就可以抽獎金 因為農遊券而認識的農會 然後來到農會之後才發現說 農會其實賣的是所有全國的 最優質的農特產品 那還有就是我們當地小農 輕農最棒的產品 簡短的一個我們的食物的里程 不只農委會替農民找活路 華聯縣府也歡迎國人到華聯遊玩 順便購買文旦 同時強調 文旦除了日本及東南亞之外 今年也會銷售到新加坡 減低對中國市場的依賴 在近年的關係之下 那我們除了中國大陸這個外銷的出口之外 我們又積極的拓展 像是東南亞的一個外銷的部分 或者是日本的部分 全國農政單位動起來 要為台灣農產品找銷路 從外銷獎勵措施 強化內銷和加工三個面向切入 至於下一個中國可能禁運的項目 農委會研判是豪阿虎 也開始因應可能變化 我們先來請教焦君 你怎麼看只要是中國 對台灣的農產品提出禁令 政府就用補貼的措施 你怎麼看你認同嗎 我覺得這一個一個看 鳳梨確實當然非常非常的突如其然 因為我們的適合出口的 十七號金鑽鳳梨確實是從三月一號 農委會所謂規定可以開橫瓦銷 那當然貿易商會偷跑 二月屏東就開始出去 但是要能夠符合這個 所謂後續一些優惠 或是有些補助措施是要三月的 那他在二月二十六號禮拜五 去年這個時間點 等於海關這個歲月天上班的時候 那當然當時的貿易商也很聰明吧 大概那天就出了一百多個貨櫃出去了 那可是去年的前一年的統計 當然是到達高峰 將近五萬五千公噸的鳳梨消防中國 所以突如其來這事情 當然去年的那個moment 然後加上同會時間點澳洲的紅酒龍蝦背禁 所以臺灣其實就搭了這個順風車 我們也變成叫自由鳳梨 那全國上下從總統到庶民百姓 政治人物大家都跟風說要吃鳳梨 這AIT的代表這個 連安倍前首相也都都這樣 所以當然去年確實靠這樣的一個 所謂自由鳳梨愛國鳳梨 這樣的一個方案 當然在政策上的補貼 當然不管是貿易商的運費 或是包廂各種能夠行使補貼的手段都下缺 然後終於讓這個外銷鳳梨的市場 在去年站穩了大概一萬八千公噸 那一萬八千公噸的概念就是 菲律賓督勒這家跨國公司 一年銷日本十八萬公噸的十分之一 那我們原本在日本的市場 不好的時候五六百公噸 好的時候大概兩千多公噸 從來沒有破過三千 那我們平均算好了 大概臺灣可以說是去年成長的十倍 從一千八成長到一萬八 可是倒過來講 我們等於把日本進口鳳梨市場 擴張了十倍出去 那到了今年來講 那菲律賓的鳳梨倉 當然就要去防堵臺灣說 你去年佔了我市場的 market share百分之十 所以今年如果再用補貼 其實其實就會效益就低減了 所以看得出來今年 其實力道一樣的情況下 我們的出口數只是沒有成長 甚至還差一點點去年少 而且還被很多claim回來 好那這個煉霧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因為煉霧是那個子彈型煉霧在外銷 那國內本來消費者就不是很愛這個品種 所以今年大概消費者在過年前 又吃到很多那個子彈型的煉霧 他們叫密封林品種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很簡單 就明年不要種就好了 不要再補貼了嗎 就是也不需要補貼了 因為它那個出口量就幾百公噸而已 那市價是很麻煩 因為市價是真的就是那個特殊品種 我們台灣農民稱之為鳳梨市價 所以人家搞混了 到底是鳳梨還是市價 它就是市價 那這個這個品種 因為就百分之九十九都集中在台東種 那產量的百分之九十都消場中國大陸市場 所以更正就產量的一半都消場中國大陸市場 所以農委會的統計說 我們的市價出口中國只有四分之一 是一種是一種角度問題 你把大木市價跟鳳梨市價當分母算 當然是四分之一出口 可是如果你把分母叫台東的鳳梨市價 那就是一半 那一半就是一萬五千公噸 一萬五千公噸 當然當去年到今年的政策 就是說五千的出口 五千的這個冷凍 然後三千的效果內 加起來就用這樣的方式去平衡 那當然一樣出口就是補貼 內銷就是這個獎勵公家機關買 然後冷凍就是讓加工業者去等等 這個我覺得一年兩年可以這樣做 長遠其實是要產業結構調整的 而且不管是什麼水果在什麼市場 最重要的不是政府補貼多少 而是你這個產品在那個銷售國家裡面 國際市場競爭力的問題 就算你補貼可能只是初期 你要打市場知名度 而且打市場知名度補貼方式 政府這種方式真的是救急 因為來得太突然 我覺得可以一次兩次 大家可以接受它 先短期內先紓解這個銷售的問題 我用最簡單的方式講 各位都看過韓劇大場經 大場經就是用影視置入他們的韓國冬產品 在東亞各國 所以才知道什麼叫人生機 什麼韓國食品 何時也都是置入在他們的各式電影信訊 你才知道他的酒什麼有的沒有 那我們今天真的要把它 假設要行銷到周邊國家 絕對不是只是把那個經費放在運費補助 紙箱補助這個上面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農委會 對於柑橘類的這個被禁止的這個因應措施 我們現在看到是受影響的狀況 包含了文彈有五千公噸 佔總產量的百分之六點九二 而其他柑橘類是三千公噸 佔總產量的百分之零點七 那解決措施分為三個 第一個是內銷通路 就是透過了通路業者 還有各縣市政府的行銷目標三千公噸 然後呢還有是多元加工目標 是三千五百公噸 海外也要賣目標是一千五百公噸 是針對不同國家給予每公斤 八到二十元的拓銷獎勵 而且要辦理海外廣宣 我們先來請教劉執行長 你怎麼看這樣子 他是真的可以瞬間的去幫我們 去消化掉那些經驗原本要出口 到中國的那些產量嗎 我覺得這個問題就在於說 就像剛才焦君大哥講的 你到底是把它看成政治問題 還是經濟問題 因為我不得不說 就政治面而言 國內的政治面 台灣內部的政治面 它確實都解決了 因為它就是撒錢 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相信各位觀眾朋友 或主持人應該知道 每一次進什麼 然後農委會 陳主委馬上出來說 我要拿出十億 每一次都是十億 很有趣 鳳姐也是十億 什麼都是十億 不管哪個品項 對 都是十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因為後來 有些朋友就給他取了一個新外號叫陳十億 然後呢 這時候我們就要追問一個問題 在經濟面到底能不能解決 就像剛才焦君大哥說的 你一開始是用大力的補貼到外面 因為那時候出現很多荒謬的狀態 就好像那時候就說 好 那我們把鳳梨送到哪 送到哪 然後而且還是做空運的 就每一公斤的 因為是空運 所以它的運費價格 每公斤要補貼到三四百塊 那你可能說這個鳳梨在台灣買 一公斤四五十塊 加了運費之後 就變成了非常高貴的鳳梨 那很荒謬 那你乾脆直接出錢給農民算了嘛 就說我們就這樣估算嘛 這個鳳梨應該是多少錢 我乾脆就把錢直接丟給農民就好了 然後跟他講你鳳梨也不必採收了 你自己去想辦法處理 所以就先放棄銷售的這一端了 先把農民照顧好 事實上那樣子是更省錢的 你以前這樣子一直不斷的做運費補貼 你還不如直接把錢給農民 可是如果說換一種方式想 如果他是用補貼運費的方式 可以打開台灣的水果 在國際間的知名度 這個時候又會產生下一個問題 就像剛才蕭大哥講的 我們現在一堆鳳梨到了日本 大家也都知道 在日本傳回來一堆惡耗 大家都看到說台灣的鳳梨裡面到日本 變成黑心鳳梨 那是因為運輸的問題 因為熟度的問題 對 因為金鑽鳳梨本身 它有某些程度的特性 那你在運輸保存上要特別注意 但是我們事實上沒拿技術水準 就啪啦全部送到日本 然後到日本市場上 就變成黑心鳳梨了 然後黑心鳳梨後來造成什麼結果呢 就造成說台灣的鳳梨 像最近前一陣子發生的狀況是 台灣鳳梨的價格在日本市場上 是比菲律賓鳳梨還便宜 因為數量太多 也不是數量太多 因為運到那品質又不好 然後在這些貿易商 基本上它賺的是補貼錢 這些貿易商賺的是補貼錢 所以沒有人在管銷售端了 它已經不在乎了 那你說這打開台灣成品的知名度 沒有錯 可是它也把台灣產品 在國際市場上的空間打爛了 因為品質的問題 因為這種荒謬的補助措施 它完全沒有不顧後果 它就是想辦法要做給國人看說 我們有努力在做 把這些鳳梨運出去 結果它到頭來造成結果是 第一個 全國老百姓的錢就這樣被花掉了 第二個 它讓台灣農產品在日本的水準 或者在日本市場的定位 整個漏掉了 請問到頭來賺的是誰 就只有貿易商還有農民 這樣值得嗎 我要追問的是這一點 但是事實上現在所有政績宣傳 都說我們把這些東西弄出去 我想這個問題事實上 不是只有今年 因為我記得好像去年還是前年 在處理文旦的時候 當時農委會也說 好那我們馬上花10億 就把那些柚子買過來 拿到土裡去買了 後來被抓到之後 農委會說這叫多元加工 加工到土裡面 對 農委會的說法是 我埋到土裡 基本上還能做有機肥 這時候我們該追問的是 我納稅義務人老百姓的錢 拿去讓你花錢 把這些東西買來埋到土裡 這合理嗎 這完全不合理 現在重點不在於說 政府有沒有做 我們第一個要追問是 這樣做 划不划算 合不合理 對未來有沒有造成影響 第二個 我們還是要再去追問下面一個問題 假設說今天主持人 你是在做烏拉米索 突然間你那間店 那邊的客人都不吃烏拉米索 請問政府要補貼你嗎 應該是從根本去解決 這樣的一個產銷問題吧 對應該是你去改變你的經營型態 對吧 那同樣的為什麼 農民在做這些東西 每次只要發生問題 我們全都要補貼 大家要追問的是這個問題 為什麼只有補貼這一條路可以走這樣 第一個為什麼要只有補貼 第二個為什麼一定要補貼 台灣有多少人在做小生意 農民也是在做小生意啊 他也是在從事生產 台灣有多少人在做小生意 在做吃的 請問當夜市突然間沒有人潮了 我們政府有補貼那些攤販嗎 沒有啊 那為什麼農民只要補貼 農民一年已經有1200億的預算了 其中光是補貼的部分 已經高到800億 那全只要補貼到民國幾年 那我們來請教黃教授 你怎麼看就是如果柑橘類 我們現在被禁了嘛 如果到明年還沒有解禁 那這些農民怎麼辦 這個應該從短期跟長期來看 這個柑橘類他有一個比較麻煩要轉 比較沒有那麼容易 像我自己家也有種 我家老家在台南 我哥哥也有種 那當然這裡面就會 這個柑橘類就是短期之間 你叫他把它砍掉 農民當然會心疼 所以這個時候過去台灣的方式 就是剛剛講就是補貼 對不對就是補貼 補貼去把它砍掉 就是這次過去像柳丁什麼之類的 就也不是今年也不是 也不是什麼新鮮事 對不對不過我想剛剛主持人特別提到 就是從根本上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在事實上現在很多人 慢慢我們有些農民朋友 青年朋友我們也是這樣跟他輔導 他現在也慢慢也不怕 因為為什麼呢 他就自己會去做自己品牌 柑橘類我那一天就問一個 因為我現在在幫忙中間大學實習商店 不好意思 就是要講的就是他自己在做 開始慢慢做品牌 做網路行銷 就開始走自己路 那當然就是說這是自己 就是剛剛講把自己的品牌 把自己的品質造不起來 所以他這樣是慢慢就會有一個 有他的這個自己的市場 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 第二個就是說像補貼出口 這是當然就是這個補貼運費 不叫補貼出口 因為補貼出口就是會違反 我會講WTO的但是這裡面長久下去 這還是一樣會有 人家到時候還是會有所爭議的 因為你這次到時候 還是會出現一些爭議心的問題 事實上台灣現在最重要 像鳳梨我也去訪問過這些農民朋友 一個很重要就是他的冷鏈系統 你要做好 他剛剛為什麼變成黑心的那個 黑心的鳳梨 那就是他冷鏈系統沒做好 沒有維持他一路運送的這個品質 那當然那你大概這個整個 從開始這個鳳梨採收 因為他本身有田津熱 田津熱之後採收回來 他要做這個田津熱的處理 進入到這個冷鏈的這個 這個先降溫 那是整套的包括到運送 他是整套的冷鏈系統 你沒有這種最基本的東西 你要去幫忙 我剛剛講就是生產供應鏈 你要去把它建立起來 這才是根本之道 你要出口這個才是 你要否則的話 就像剛剛執行長所講的 你弄了之後結果 不管不是只有到日本 到其他國家也有這種 也是黑心的 也是出現這種現象 就是因為他沒有能量 整個櫃一開起來怎麼樣 他不能看嘛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 從根本上短期之間可以做 但長期之間就是 農民個別朋友 要自己去做自己的品質提升跟品牌 然後政府要去幫忙 盡力好這種整個 產銷供應鏈的事情 我想這是很重要 所以長期的解方很重要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農委會除了對農產品 有提出了三個解方之外 對於臺灣的水產 也有三個因應措施 我們來看一下整理出來的圖表 這一次受到影響的 有白帶魚五千五百公噸 逐甲魚一千公噸 而解決的措施 一樣就是內銷的通路目標 是一千六百公噸 透過漁會還有漁民團體來促銷 還有多元加工及動廚 目標是三千公噸 海外拓銷的部分呢 白帶魚是三百公噸 竹甲魚是一百公噸 會針對不同國家及航運 給予拓銷獎勵金 每公斤四十塊到九十元的獎勵 來辦理海外廣宣 一樣我們來請教的是 焦大哥你怎麼看 這樣子就是 只是換了產品而已 其實好像這個因應的解方措施 好像大同小異 確實生鮮農產品或生鮮水產品的出口 確實是一個非常專業的知識 含金量在裡面 剛剛大家有談到一些市場面的問題 我先講幾個我知道的柑橘類的故事 柑橘類四雲香科 柑橘鼠它其實很廣 我們消費者的名稱大概就是 柳丁 碰甘 桶甘 茂骨甘 檸檬 葡萄柚 文彈柚 這七個大家熟知的 所謂柑橘鼠的水果 其實在面對海外市場其實不一樣 我先講碰甘 桶甘其實沒什麼出口 碰甘其實以前最大市場在日本 就當我們可以把香蕉鳳梨外銷出去 第三個其實就是碰甘 那當然後來因為我們自己QC沒做好 還有其他國家進去 所以我們的碰甘我查了一下 去年到日本大概剩下不到二十公噸 反而是轉到新加坡跟馬來西亞去 但是也都是一兩百公噸 其實數字都很難看 那檸檬是因為後來德克斯集團 在大陸開這個連鎖店 喝那個檸檬紅茶 需要用很多檸檬 那檸檬大概去年出口一千五百五十公噸 那其實背禁沒關係 他就把它炸成檸檬汁冷凍過去就好 假設中國市場還需要這個東西 好 那這個茂谷冠 確實也是因為中國市場上來 然後在鳳梨世家那一批出口商 在中國廣州江南市場賺到錢以後 就把茂谷冠用同樣的模式賣進去 因為鳳梨世家結束在這個清明節前結束 所以他就接著做 所以他大概可以從十一月做到四月 五個月的鳳梨世家 然後接著再做三個月的茂谷冠 所以他一年有八個月可以賺大陸的錢 那這些人當然後來因為鳳梨世家不好 茂谷冠其實也跟著不好 所以剛剛總幹事講說其實剩下出口量 都剩幾百公斤 確實也是如此 其實裡面最有趣的就是剛剛講的柚子 不管是文彈油或葡萄油 那葡萄油其實也是有急盛期 就上海經濟上海的時候 剛好是臺灣的人 因為吃西藥吃太重 都覺得吃西藥不能吃葡萄油 所以我們葡萄油種了一堆沒人要 剛好上海人覺得葡萄油是減肥勝貧 所以就拚命的消 然後那個最大的集中地 就在嘉義梅山雲林谷坑 那個急盛期 大概一年可以出兩百個貨櫃的葡萄油 透過香港或是當時的小山東 或是後來大山東就進到香港 上海市場去 那這幾年當然也都慢慢不行了 因為南非的葡萄油更便宜 那這一次其實如果真的有針對性 當然就是文彈 尤其碰到殘機 可是我覺得也是下巴碰到死老鼠 裴頭去這個時候來剛好 但是真正文彈出口其實都在花蓮 麻豆的文彈品質太好了 單價高沒必要賣到國外市場 而且大陸有自己的大白柚 什麼柚子的水果很多 那抖六算是一個資源性的 如果要號稱西部 東部的又只用西部的箱子 就這樣掉來掉去 所以這個用這種措施 我覺得因為柑橘類是可以儲存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不用太 我覺得是應該回答 我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面對出口這個事情 有兩個觀念 其實政府官員可能要把它補上來 第一個就是生鮮農產品或水產品的出口 一定是計畫性生產 他不是把我們生產過剩外銷 這是非常糟糕的事 我相信很多農政官員 或是很多人還誤以為說 我們出口就是賣不到出口就好了 這是大錯特錯 第二個就剛剛志偉雄跟老師都講 就是假設我們有很好的計畫性出場 我們計畫性生產 我們接下來要面對就是品質控管 那品質控管坦白說也不是冷鏈兩個字 冷鏈只是品質控管的基本 也就是說你要很清楚的知道市場 要什麼樣的規格 什麼樣的大小 什麼樣的熟度 這就回到計畫性生產 所以這整個是一體的東西 可是我們其實還是落在很 九零年代思維就是 我們是水果王國 我們是農業大國 我們生產多的就出口人家 好像別人就吃我們多出來的東西 這是大錯特錯 所以這些措施我覺得 so far解決當下ok 但是長遠是絕對的 所以出口不能依賴單一市場 那臺灣農業的下一步怎麼走呢 休息一下待會回來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先來看一下臺灣的農業 目前出口到哪一些國家 那些比重我們這邊有一張表 我們可以看到出口的佔比裡面 中國佔了百分之十九點八 算是目前這些國家中最多的 而年增率呢 比較特別是年增率 美國是年增率是百分之三十六點七 再來是香港還有泰國 我們要來請教的是黃教授 你怎麼看臺灣農產品主要出口國 我們中國真的只佔了百分之十九點八嗎 這就看你怎麼計算 不過我想從政府的這個貿易統計資料 我想你這個是ok的 那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整個在農產品的這個貿易 從兩千零二年臺灣加入WTO之後 你可以看一下 國外進口的這個農產品是相對增加很多 就是說幾乎增加了一倍 那本身臺灣農產品出口的出口值也有在增加 但是大概增加了大概百分之五十 那就是簡單的講就是說人家進來的多 我們出去的少 那這代表就是說我們在國際上的一個 怎麼樣呢 競爭力上的一個問題 我想這是 所以在長期來講一個很重要就是 我們再怎麼提升整個競爭力 就是出口的競爭力我們怎麼去提升 當然不是說我們出口到哪裡都好 但最重要就是我們自己本身要那個 出口的這個競爭力 那現在我們在出口裡面 除了剛剛講的就是基本的這個 產銷供應鏈的一個建立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整合行銷 剛剛特別我們這個 我們老師也特別提到就是說 整個現在的一個行銷 臺灣市個別產品都在自己做 各部門在做行銷 整合的這個包括各縣市也都是一樣 這個各縣市怎麼去做好整合行銷 這是一個很重要 這是這樣才能夠讓臺灣的一個 剛剛說提到像計畫產銷 事實上就是計畫產銷 我再補充一點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說 事實上臺灣現在的一個 要計畫產銷最重要 我們還面臨兩個基本問題的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生產的規模 坦白講不是那麼大 第二個一個很重要就是我們的貿易商 也不扣那麼大 我碰過一個農民 然後老師我很辛苦 他說怎麼樣 是怎麼那麼辛苦 唉唷 我這餐如果沒多大 一個貿易商那邊兩個會幾 那邊兩個會幾 也都沒有一樣的規格 他做得很辛苦 所以其實應該是要朝向客製化 走向精緻農業 是不是對於臺灣來講 他是可以考慮的一個方向呢 所以我們的這個部分一個很重要 就是我們要一個整合 我所謂國外的整合行銷單位 所謂國外整合行銷 當然政府原來提了一個叫做 臺農發 那當然就是說當然他很努力了 那就是說本來應該是可以幫忙 整合臺灣的這個農產品 在國外幫忙這個他的行銷 當然他因為他當初設計的這個做法 可能有還有很多可以討論的地方 但是我要講的重點就是說 政府怎麼去把這些各縣市 或者是我們這些 怎麼大家把這個把這個資源串連起來 就像我們在國外上 能夠去做好行銷 因為要把你怎麼接到訂單 對不對 我現在在幫忙做這個 大家在幫忙做這個生意的時候 我自己在現在幫忙做經營這個商店也是一樣 我要知道我客群在哪裡 他要什麼東西 你必須要知道他預期的銷售量多少 我才有辦法進貨 所以對內要做好整合工作 但是對外呢也要開拓多元市場 才能幫這些農民的生計 這是一條長久的路 我們來請教一下劉芷欣長 你覺得這個多元市場 我們要怎麼去開拓 其實我們在今天討論到這麼多東西 或者說這幾年我相信南部開獎 或相關的政論節目 都有討論到農產問題 可是主持人不知道你有有沒有注意到 有一個東西一直沒討論到 花卉 可是台灣的花卉出口非常強 台灣的蝴蝶藍或者藍花這些方面 花卉出口非常強 或者請大家去台南的藍花園去看 那整個非常現代化 那為什麼要講花卉呢 花卉業者之所以這麼強 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與中華民國農委會的關係最弱 基本上只要政府補助或者扶持或者關注的產業 越少的產業通常都最強 所以他們因為他們要靠自己 對他要靠自己 然後他能夠自己去跟國際市場接軌 所以基本上我要談的是 我們今天說真的 我們今天大家在這裡再繼續談說 台灣農業該怎麼做 說真的十年來很多人都講過了 我相信從農委會 從陳武雄陳寶基一直一路下來 這些人會不知道嗎 這些人絕對會很清楚 那你有建議的精進的比較具體的方向 其實重點不在這 重點都他們絕對都很清楚 當然我們去看陳基仲以前 當主委以前寫的論文跟他現在做的 是完全不一樣 你說他不知道怎麼做嗎 他非常清楚 到台就是 他們是在政治處理還是產業處理 到台的問題是這樣 所以說 講真的我們在坐在這裡建議他們怎麼做 他們絕對都比我們清楚 到台只是他們要不要做 那其實他 時常會影響他們要不要做 反而是後面的老闆的政治壓力問題 所以就像趙君大哥寫了 就是一個水果農業也是 政治還是要擺在前面 跟農民比起來的話 產商的這個問題 還是要架構在政治上面嗎 這個 這個 這位當然講了很多人的真心話 就是說 其實台灣的十大產值的出口農 農產品其實水果是排不上 第一名第三名是遠洋漁業 一個鮪魚一個鮮魚 然後這個動物皮革 動物飼料添加機 羽毛 花卉排第七 他們當代就死樣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把很多的資源 跟焦點目光放在生鮮水果 那是六七年代 台灣水果王國的迷思 其實台灣早就已經不是水果王國 第二個就是我們是一定要出口導向 我們是要思考進口替代 那這個當然 這個當然是很政治的問題 因為你進口替代你就要跟老美打對台 因為我們現在都跟美國買黃豆玉米小麥 那如果我們喊這個政策出來 美國是會施壓 可是事實上我們真的 那個進口量太大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幾 那我們花那麼多資源 再關注水果在中國大陸賣不好 意義是什麼 其實坦白講 比起我們雞豬吃的飼料 都是被美國人掌控情況下 你幹嘛跟美國say no這個事情 那剛剛老師講到這個行銷啦 生產 確實我們的小農的耕種面積 是不好面對 但是還是可以透過合作社的模式 還是有些規模可以去看 那合作社不算是早期的模式 合作社是 現在不一樣 新年代的合作社不一樣 現在新年代的合作社他們 年輕人很強 對 年輕人很強 其實也是合作社 你說那些青農小農 那些他們直接的那種串聯 對 對 他們現在是自我要求串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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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